大家下午好 这个上午呢 何老师做了精彩的演讲 我们要不要再次感谢何老师精彩的演讲 同时我要感谢CCTV证券资讯频道 给我们俩提供这次跟广大投资者见面交流的机会 我今天也非常感谢CCTV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看见他们最认真心情工作 从前天开始他们就为我们准备今天的这个会场 在此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对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演讲 去世交易法 那么交易我先讲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呢 要有一个 科学的交易模型 那么交易方法要上千种 都可以实现盈利 那么实现盈利这个过程 我们要看你建立的这套这个交易系统 是否科学合理 如果这套科学合理的交易模型 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中实现引力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怎样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科学的模型 那么有了这个科学模型 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从市场上获利呢 还不是 那还有其他的因素左右着我们这个交易 那么其他的什么过程呢 第二个就是资金管理 上午何老师也讲过了 那么资金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交易过程当中 没有好的资金管理 那我想进入市场就是赌博 我们知道风赌什么 必输 你只要参与赌博 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输 那么我们有了好的资金管理 还不能完成一个盈利的过程 还需要什么因素呢 专业的交易心理 如果你不具备一个专业的交易心理 要想在市场上盈利 那是天方夜谭 什么才是专业的交易心理呢 怎样才能做到我具备这个专业的交易心理 今天中文在吃饭啊 包括刚刚过来之前 我们一直在交流交易心理的问题 这是很多投资者面临的问题 交易心理 那么不知道我怎样去解决自己交易心理的问题 为什么 那就是你找不到根的问题 你不知道你交易出现心理问题 你的根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三个因素都具备了以后 才有可能我们实现一个盈利的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交易心理 交易心理左右最后的交易结果 那么究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率呢 在技术 在基本技术达到一定阶段以后 交易心理占到你整个交易过程 百分之八十或九十 那么我们知道大多数人 不能够从市场上实现盈利 并不是他技术不过硬 我想在在座的今天 我们面对面交流 很多技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 但是你现在不能实验盈利的过程 那就是心理出了问题 在生活中我们讲一下心身病 在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讲一下交易心理极形 交易心理出现极形了以后 那你交易是很难完成的 那么交易心理疾病 我们从源头来找 那么我们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自信进来 你问这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不管是股票市场 激货市场 外汇市场 或者黄金市场 你都怀着自信进入到这个市场来 这是你刚刚进入市场 慢慢慢慢你逐渐在了解这个市场 而且你在不断的学习 随着你学习的进步 和你对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 你慢慢会发现 你会进入到什么 忧虑状态 你对自己会慢慢产生怀疑 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自己的方法 还有怀疑你得不到一个准确的市场 小道消息 而烦恼 但是我告诉你 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源 那么忧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恐惧 然后你会怎么办 你会看到市场你就害怕 你不敢下单 你不敢买 别人给你推荐的股票 你也不敢买 现在让你买欧元 你也不敢买 何老师让你买英镑 你星期一年也不敢买 而且甚至你有时候不敢看屏幕 你也不敢看报价 我讲过 我们有个学生也是 做到一定阶段以后 就总是要合上电脑 也不敢看 这个状态是叫恐惧状态 他不看又想看 想看又害怕 但又憋不住 总是打开看看现在偶远多少 一看在这 还是关上吧 那这个状态就进入到恐惧状态 那这样就很难去交易 为什么难以去交易呢 你进入恐惧状态 你的心率就在加速 你住在紧张状态 你的血液流动速度就在加坏 那就需要很多的养分来供养你大脑的思维逻辑过程 那你自然就处于一个缺氧状态了 缺氧状态是什么结果呢 你大脑就失去什么 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了 我们知道大脑是负责什么 逻辑分析和思维的 小脑是干嘛呢 小脑是执行我们大脑的行为的 它是去做的 那你大脑失去的逻辑能力以后 结果是什么呢 小脑就失去了执行大脑指令的能力 你现在就不是你了 一进入这个状态 你一坐到这电脑前 你说我还是陆西武 已经不是了 为什么 我的行为已经不 不能控制了 大脑不能控制小脑 小脑不能按着大脑的指令去运行 我现在看的是欧远涨 我一到了银行 我一到交易室里面 我就卖了 我现在看的是跌 一进去我就卖 我说今天去股市 把它清仓了吧 一到股市人家说了 未来还看涨 说奥运会后还有一波呢 我就得了再搁会儿吧 一搁完了 蹦蹦蹦跌三个跌停板 你说咱问老师现在出吗 就该出的时候过去 谁出现恐惧状态就会出现这样 这个结果 但是是不是出现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呢 他说我不能再在这个行业发展了 答案是扫定 你出于这个状态 你就离成功很近了 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就会怎么办 就会退去 从此怎么办 远离这个市场 那么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他会怎么办呢 勇往直前 马上可以达到必要 而解决这个心理疾病的方法 有没有呢 有 现在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为什么 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交易 你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了忧虑 从自信到忧虑 最后到恐惧 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说你交易的很好 你不要面对吗 你也要面对 我也要面对 都要面对 那么这是客观存在 我们就要怎么办 去找到方法去解决它 怎么解决呢 那还是要从根上去解决 从哪解决 从交易 我们还是要去找交易 第一怎么办 正确面对亏损的交易 怎样去正确面对亏损的交易呢 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成功等于正确交易加错误交易 没有任何人能够避免犯错 做一百次交易 你可能对了五十次错了五十次 他对了五十五 他做了四十五 但是你都没有办法避免错 我来让大家看看这个真实的交易过程 前边就下来会连续亏损 这是一个外汇保人金的账户 这是我的账户 有盈利有亏损 大家看起来比较困难 我就给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我把一百五十八次交易 全部列了一个表 大家看得就很清楚了 每次交易的亏损和盈利 那么通过图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结果呢 最大的盈利多少 三百 最大的亏损 一百五以内 这是整个的交易过程 是不是叫亏小赚大 但是呢 看看对多少次 错多少次 对了百分之五十三 错了百分之四十七 接近有七十次对的 七十八次左右 那有几乎是一半对一半错 这是一个真实的交易过程 那这是这一段时间 一月二号到一月十九号的盈利情况 有亏损 有盈利 那最后结果一定是正数 你统计随便一段周期 结果一定是正数 我再统计一下 这个上个月的交易的 这是零八年四月二十号到五月十二号的交易 对了百分之五十二 错了百分之四十八 这是最后盈亏的状况 还是一半对一半错 这是一个真实的交易过程 谁也不能违背这个客观规律 谁说我可以保证百分之一百对 百分之一百我能够去不错的市场 那你可以离他远一点 因为他是不诚实的人 不诚实人是不负责任的 你跟他接触你就很危险 因为他不把你真理告诉你 真实的情况 何老师上午讲了 我要治钢磅 治人民币 正反的概率多少 各占百分之五十 金融市场就是这个规律 谁也改变不了 那么就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必然事件 任何因素都是偶然事件 不是必然事件 必然事件是什么 我现在拿着水来了 我要加热 到一百度 必然怎么办 沸腾了 到一百 必然的结果 我提前就已经知道 我现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我就知道他会开水 到一百度 这个叫必然事件 我们金融市场没有必然事件 你说明天欧元涨跌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这地球上没有人知道 地球上有一个人知道 明天欧元怎么走 这个市场就没了 你想啊 如果我知道明天欧元怎么走 钱都是咱们在座的人呢 我说知道明天涨 咱们都今天赶紧的课都不讲了 筹资去了 该卖房子卖房子 该借钱借钱 明天买了就完了 我们都都发了 显然这是不现实 也就没有人知道 后面怎么走 所以正确面对交易 这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根源 你能够正确去面对你的亏损 和你错误的交易 这是根源 第二个就是要诚实和自信 解决交易诚实自信 要说真话 不要讲假话 在交易过程当中最忌讳的是什么 不说真话 你说假话 你就放弃了学习的机会 你就放弃了你进取的机会 那你就在那地方永远也悟不出来 所以正确去面对市场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要诚实 要自信 错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面对 在这个市场里头 错不丢人 我也会错 比如说我今天告你明天欧元长 下午就跌了 我错了 谁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抛弃自尊心 你要把你自尊心抛的一点都没有 你才可能修到交易的程度 有自尊心就会阻碍你的交易 你交易想进展 你想要高到一个高的层次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有自尊心在说惯 你不敢去面对你自己 这些不可以的 那么第四一个就讲了 要培养自律精神 我解决自己心理的问题 要培养自律 那正午有没有学生 问二师 我现在这个老变 老变 我是这样执行呢 还是这样执行呢 所以你就没有标准 你定了标准那怎么办 你就要有自律精神 你要不要变 你要坚持 从理论上讲 你建立一套科学的数学模型以后呢 那就是个坚持的问题 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但是坚持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坚持 那就走向极端 如果你用错误的理念参与交易 而你还在坚持 说跪在坚持 你坚持的时间越长 你死的越快 你离市场就越来越远 所以一定先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交易方法 第五个什么呢 处理好你和你的关系 那么很多人不明白 我和我 怎么成了两个我呢 就是两个我 谁参与交易进到以后 我们就变成两个人了 一个什么 做计划的你 一个是做交易的你 两个不是一个人 你写了计划 你是按计划做吗 你不做 所以你是两个人 你写了计划 你制定了准备在这个地方止损 进入市场 错了 你不止损 你是两个人 所以我讲了 处理好你和你的关系就是这样 就怎么样把他两个人融成一个人 你就成功了 所以有人问 如果是这个所有我都能做到 但我还挣不到钱 你看 我也能够面对亏损 为什么 我有的是钱 我不怕赔 我也诚实自信 我也没有自尊心了 我有资历 我也知道 只要写了计划 我就按照计划去做 但我还不能实现盈利 你说为什么 你还得找原因 找你不能实现盈利 原因是什么 这个地方我多说一点题外的话 叫因果关系 什么是因果关系 也就欲知 浅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 后世果 今生作者是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要想知道前世是什么因 你今生的受者就是 你现在要教育了 我都万事俱备 我去参与教育 最后的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什么 实现盈利 一个呢 实现亏损 盈利呢 我们讲叫善果 亏损呢 恶果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叫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当 那么讲这个什么道理呢 业障 你技术达到很熟练程度以后 还不能从市场上盈利 就是业障 你钱是造的孽 你先还 还完了就盈利了 好 我讲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还是回到交易来 让你正确面对亏 亏损和交易 那这样想就通了 你再去做交易 不管对错 是不是你都能够放下了 放下你的什么 执着心 你不放下执着心 什么事情你都悟不到 你悟不到世界 你也悟不到这交易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所有的都是服务于交易 要轻松交易 要客观 公正 现实去面对这个交易 那么你才最后呢 能够修成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一个是 先有模型 后友呢 交易心理 最后呢 我们用到什么 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如果不懂得资金管理 刚才我讲的 就是赌博 你就是参与赌博 说怎样去管理自己的资金 尤其我们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 或者使自己的交易放大比例以后 你更要懂得资金管理 那么很多人 在没有了解市场之前 就已经离开市场 就是不懂得管理 不懂得资金管理 上午何老师也讲过了一个资金管理 那么怎么管理呢 首先我们要设定你的风险 我参与市场 那我投入这个钱 多少是我可承受的范围 那还有一个中午讲过 你不要拿你买米的钱来投资啊 如果是这样 那你赢的几率就很小了 你总是拿自己亏得起的钱来参与交易 那么通常我们交易 原来设定的就是百分之三十 也就这百分之三十 我永远要不要让它超过这百分之三十 而且我还永远能够在市场生存 这是你要练的技能 那不是说我设百分之三十 老师来了 今天我的交易 你不设百分之三十 我现在设着 现在一天就到百分之二十九了 我还在扛会儿 所以到百分之三十 我还是就完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 那这百分之三十 你要建立一个模型 你要建立方法 什么方法呢 要求你在市场不停的去交易 而且呢 你还能够市场生存 而且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这是需要一个办法 一个方法 怎么办呢 我就不能把这百分之三十 一次给赔光 那我要想办法怎么办 分十次去把它赔 究竟是分十次还是分二十次 那根据你对技术分析 掌握的熟练程度来决定 我现在技术达到一定阶段 做十次 我保证能够对两到三次 那你就设十次吗 说做十次我都可能赔 我现在技术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你就设成二十次 那么每次交易可给到市场的 数额是不是就减少了 那么设定次数以后 我每次交易允许的亏损的幅度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理解对资金管理是一个错误概念是什么 是想 你给我百分之三十 我就拿百分之三十 放大多少倍 一百倍或五十倍参与交易 不是那样 你放大一百倍那也成了赌博 而是我每次参与交易 我允许你亏损的幅度是多少 从这个方面来参与资金管理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么假定这是欧元的一个形态 我们通过下面讲的内容 我们知道啊分析完了 然后欧元是百分之一百上涨了 我现在就想办法去参与交易 那么参与交易 但我得放一个止损的位置 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认赔出局呢 那么一点一六四零 如果我现在参与交易一点一九九五 那么止损的位置就是一点一六四零 现在合约我定到十万 目前一点一九九五 止损位置一六四零 现在我们执行一笔交易 标准合约最大的亏损 我已经给计算出来是三千五百五十 那么现在我给你两个账户 我们来看谁能交易 谁不能交易呢 所以有时间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他说老师我现在能买吗 你不是说看涨了吗 能买吗 我哪知道 我不知道你投入多少 我也不知道你风险设定多少 我不知道你每次交易允许亏损的幅度是多少 我怎么告诉你现在能买还是不能买 那么我们通过来分析 如果五万美金还是设百分之三十 交易次数设十次的话 那么这两个账户每次交易允许的亏损幅度就出来了 五万的允许亏损多少 一千五 你只要进市场 每一次交易 你不许给我超过这个幅度 超过幅度就违背了资金管理的原则 二十万的允许每次亏损多少呢 这是六千 那么现在大家一看 是不是就很清楚啊 二十万美金账户 是不是就可以参与交易 我现在就能买 我买的代价什么 只损三千五百五十 我的获得是什么呢 现在开始上升 我就有机会从市场上拿到盈利 刚才说五万美金 我只能承受一千五百的风险 那怎么办 你就刚才何老师讲的上午 你看着吧 你等吧 你只能等 等什么 等欧元回调回来 进入你的区域才能参与交易 等的代价什么 欧元不回来了 你就坐那等着吧 他不回来 他只不等了 那你就错过机会 但是 那你不想抓那个大的风险 那个风险的额度超过了你所承受范围 你不要后悔 你说我多 哎呀 我我看的本清 首先那是涨 所以我 我没入金区 你不要后悔 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投入就这么多 这笔交易就跟你没关 我们讲叫缘分 你就没有这个缘 你这是挣不到 这三块的内容呢 我基本上都讲了 那么作为一个交易人员 要具备的三个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 科学的交易模型 第二 需要有什么呢 科学的资金管理 第三呢 需要有专业的交易心理 那么具备这三个要素 我们才能够讲下边的内容 在讲之前 我还是有必要来普及一下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那我来讲三个内容 一个是趋势线的定义 一个是拐点线 一个是拐点趋势线 他说老师 你你不有病吗 我们这么多工作人员 陪着你来来讲趋势线 我十岁的时候我就绘画了 你不会 你不会 所以很多人掌握不了画线技巧 我们还是一起来复习一下 那么这是一段走失情况 我们现在就需要去画线 怎么画呢 现在出于什么 现在是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 现在是不是跟上午何老师讲的那个有下 是不是老师何老师讲的这个不行啊 现在是什么趋势 没趋势啊 很很清楚啊 怎么会没趋势呢 这是前面的 跟现在没关系 啊 现在是这 这就是趋势 你现在是上升趋势 很明显吧 上升趋势 我们是不是要上升趋势线呢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把趋势线画出来 很多人画线 画很多 我去 去讲过也是 我会我们证件公司现在国内做期负 做股票 画的跟蜘蛛网一样 画一堆线 只要一条线就够了 你能把那条找到 你就找着方向 我想国内大多数人 应该80%人是这样 啪就画上去了 他想都不想就画上了 他就按着他去表 错了 所以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而你有没有这样去画呢 你平时有没有这样去 去想 有 你要想办法去改 正确的画法是什么呢 这就是 除了这一条线 上升趋势线 没有第二条线 你找不到第二个 所以不同的线是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画完了 你会给人家怎么办 买吧 你不害人的吗 你是不是要让人去买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这是卖啊 所以两种不同的划线的方法 所以两种不同的划线的方法决定了市场两种方向 那么究竟哪个是对的呢 我们下面来探讨 那么给出一个上升趋势线定义什么 你可以随便选择一段时间周期 那么周期的问题后边我们都讲 石盘操作过程再讲 你选定了周期以后 在这个周期内 最低点和最高点 或者最相对低点 与最高点之前低点的这个直线 中间不穿越任何价位 这条线就是上升趋势线嘛 当然很多书里头没有这个定义 没有定义 然后给你写出来 你就按着这个定义去画就完了 就不会出错了 线都画不对 我们还谈后边什么交易呢 所以怎么去画呢 那么这是一段上升趋势 那么我们应该什么 连接最低点最高点 之前低点的这条线 这才是上升趋势线的 所以如果有刚才上面错误画法 那你趋势线永远也破不了 刚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连接到最高点后边点去了 你要连后边点 永远也错不了 价位永远也突破不了你趋势线 破了怎么办 你再画吗 你再破再画 好 那我们来画一画 我们看看会出什么结果 现在是上升趋势 按照定义栏 最高点最低点 前边低点连线 那么这是趋势线 现在也告诉我怎么办趋势转了 如果第二种情况 我不这样画 你是不是看掌 你看掌回来又破了 就上去了 然后你再画一张 再错 你是不是还再画 你不能下画吧 你画完了什么结果 这完了 原来是下降趋势 这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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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干事角啊 你就想了 先76度 又破了 60度 再破了50度 45 30 到25 还有现画 画不到平零 零了 尾了 哦 原来是下降 那你怎么交易 你就没办法去交易了 你交易就怎么办 不停的去找低点买 你不就是逆时交易吗 所以趋势线的重要性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边的点 是不可以连的 什么时间可以连 也就是形成双头子 或情况下 我们可 才允许 正常的是这条趋势线 我现在是形成双顶的情况 这就是趋势线 破了破了怎么办 方向就转了 下降趋势线 简单 正好反过来 下降趋势线不用我再讲了 要讲一下吗 最高点 低点 之前高点连线 这就是 这就是下降趋势线 什么时候破了 什么时候趋势转了 那么后边这一种情况是错的 也就记着不能连接后边的点 那么特例的情况 那么这条趋势线对吧 你不让我最高点最低点之前高点吗 连完了 对不对 错了 很多 而且在国内还成气候 还有这么一帮人这么化 什么叫把毛刺去掉 你去毛刺我还去实体呢 都去完了怎么化 每个人都有每人标准 学标准是不能变的 所以怎么办呢 就得调整 由于再调整 这条线就是 那么绘制线的原则有四条 第一是什么 也就刚才讲的 你不能连后边的点 这是错误 下降的不能连后边的点 第二种情况不许穿越 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 你做的是学问了 你研究的是课题 你说你把毛刺去了 我说留一半毛刺去吗 他说留三分之一 咱们就没标准了吗 那你怎么去执行你的计划 三分之一算破呢 还是百分之五十算破 还是都破了算破 那就没标准了 我们做参与交易 必须有标准 标准是什么 参照物 参照物你能变吗 我现在从财经频道 CCTV到天安门去 我必须以CCTV这个楼为参照系 我来往那边走 现在他要老变 我怎么走到天安门去 所以他不能变 才能指导我交易 所以现在我给大家找的 任何的后边的交易的方法 都是要找唯一的答案 找标准 不许变 这样我们交易才会轻松 看到了 去交易就完了 所以我们 有的交易员很辛苦很累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工作二十三个半小时 那半个小时上厕所 搞得很辛苦 然后头也不洗 早也不洗 衣服也不晃 我工作日他穿五天 这就不是标语了 不是交易了 我们要轻松交易 我给你找标准答 就是让你轻松 找到了就可以了 去做就行了 最后的 你不是要的最后就是结果吗 我们要的是最后 要从市场上获利 要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不要搞得大家很辛苦 我一提倡八点开盘了 咱就八点来坐 晚上六点收了 你准备就收了 你休息 禁止把交易带回家 我们不提倡把交易带 把工作室都搬家里都来了 那不就麻烦了 你工作生活都混到一起了 生活影响交易 交易影响生活 这日子怎么不办 不离婚怎么办 一会他说你说不对了 一会他说他说错了 因为你们俩 五十对的机会 所以谁都能否定谁 所以不要把交易带回家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好好工作 工作完了 回家了 好好生活 二十四小时 你有八小时工作时间 你有八小时休息时间 还有八小时干嘛 你要陪家 陪你爱人 还要陪孩子 我有八小时属于我孩子和我爱人 这个时间不许我支配了 到下班 我必须得回家 完成我做父亲的义务 这是生活 生活工作两不物 讲讲我们讲的太远了 还是回到交易来 所以价位不能穿越趋势线 这个标准 我们要定的一个标准 你不能变 那么第三一个趋势线 是不能连接 时间跨度内的最极限的两个点 太靠前也不可以 靠后也不可以 那么这种情况都不可以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 这又讲到了自然规律 你说这个没有生命吗 交易 它有生命呢 它是客观存在 它有存在 它有存在的道理 它要稳定 我们去修一个桥 如果这样成立的话 咱四川这个地震没关系 倒多少桥吧 什么 又不用架那头 我现在这两头架两个点 吃就完了 你们该过过吧 你在一头能架去这桥了吗 是不是就不稳定 我直起来 你干过吗 你走到中间怎么办 我扛不住了 我是不是就扔了 你不就掉河里了吗 这就叫稳定 两头是不稳定的了 第四一个是尽量选择上升趋势 与中轴平行的这条线 那么这个是一个上升趋势 那么中轴线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这个显然不可以 是不是跟中轴线是不平行的 那么这不对 那么我们要找一个跟中轴平行的 对啊 不会错 拐点和拐点线是什么概念呢 那么我们还是copy人家通道理论的概念 通道是什么 他认为在一个上升趋势过程当中 价位总会在这个通道中运行 下降的时候 在一个下降通道运行 那我们能不能去找到 他转折拐的这个点 那么需要我们有些方法去做 那么这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话 那么他价位总会在这个范围内运行 那么如果下降趋势呢 他会在下降通道 两个拐点线之间运行 那么拐点线的运作的原理是什么 要找上先画下 要找下先画上 什么意思呢 也就如果我要找上边的点 我就得先画下边的线 如果我要找下边的点怎么办 应该先画上边的线 下面我们来通过实例来看 那么这是一个趋势 我知道未来要涨 现在是不是我要知道 它涨到哪才行 我知道涨到什么地方我才能去 要不我不去 你买什么 你买的你都不知道涨到什么地方 你怎么去 你怎么参与交易了 谁有办法找到 他上升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要找上面这点怎么办 我先画下边线 把它推过来就可以了 那理论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上升过程当中 要找买入的点 也就是找下边的点 那怎么办 先画上边线 再推下来 找到入场点了吗 找到了就去嘛 如果下降趋势过程当中 如果要找上面点 是不是就找入场点 也就是我要去卖 那我要先画下边线 推上来 找到这个点 同样 如果我要找下边点 也就是平常点 我应该先画什么 下面上面的线 然后推下来 找到 这样是被我在运行过程当中 基本上它在我控制范围内运行 在我设定范围内运行 那么现在我们来通过这个过程来体会体会啊 怎么去把它运用到实际交易过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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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 现在一个上升趋势 我现在要是不是要准备找个买点啊 要找底下买点先画上面线 然后平一下来 OK到这我就买 跟上午何老师有点冲突啊 所有我上午讲的内容 有一些是跟何老师讲的有冲突 这些只是我之间啊 不是要否定何老师讲的内容啊 所以这个 我是要你不要等 你等着等没了 入场点不会在那停着 到那马上走 如果停在那个地方不是入场点 啊 在那后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 交易池里头交易员的这个订单怎么放 那你就会恍然大悟 为什么入场点不停 到这个地方 我就知道入进去了 那么到这在涨到什么地方 我也知道能赚多少钱 要找上面呢 我就画下面 就到这 到这我就走人 好 那么再找下呢 我再推下来 啊 这是上午何老师画那个欧 美元指数那个图啊 是不是一模一样 啊 我讲了历史会重演 百分之一百重演 而且在不断的重演 今天重复昨天的 明天重复今天的 待会我把一些东西再给大家抽出来 啊 我再给你挣一个体系 你就更清楚了 怎么这么简单啊 啊 就这么简单 就是在不断的重复 啊 你掌握了规律 那交易起来不就轻松了 那么现在他又要上去啊 再走的就下礼拜走的啊 啊 美元指数走的情况 现在破了 趋势线破拐点线 是不是俩线都破了 拐点也破了 后边我们讲趋势就转了 现在怎么办 啊 现在是想办法 等他回来怎么办 卖 但是我们实际很多投资者怎么办 破了呢 永远也不会去卖 他总是要去买 跌的时候要买 我现在跌到这差不多了 啊 人家说又破了 再问我说 这何老师下一个跌到哪 再告诉你一讲 你是不是又在等着 到那哭啦又下去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转转脑筋 你慢啊 啊 趋势已经告诉你是下降 你为什么要去买啊 所以现在是下降 怎么办 我这里去找入场点 要找上怎么办 先画下 啊 你来这我就怎么办 卖 啊 再会我们抛弃一下 我们股民的心理啊 你看他是不是按照这个做 按照这个做都不会被掏 没有一个人会赔钱 所有股民都不按这个操作 所以赔钱 啊 所以上午我们有个学生问何老师 后面买哪个板块 他哪知道 他知道钱不都搭的了 啊 就是猜啊 啊 猜什么 我也是猜 我买什么 买中石化 我也猜 这上午何老师也讲了 他不可能老是让中石化中石油亏损啊 还有电力板块 你不能老这样发电厂亏损 啊 电业局不管他有百分之一百状 你发来电给了我 我分到下面去 那发电厂可是亏损啊 他生产一度他怎么办 他得烧煤啊 你电价你不让他涨的煤涨 他得去市场去买煤 所以你上次我去齐单河也是 发电厂怎么办 发电厂我不能老赔啊 我跟国家政府要钱 你得给我钱 补多少 说这次补三百万吗 我不行 三百万根本连解决 我这工资都解决不了 甭说这个成本流动资金 要多少 要五百七十万 政府说不行 最多给你再加五十万 三百五十万 这是市场经济吗 这企业跟政府来讨价还价 来八根来了 这种现象能长时间维持吗 所以这个不可以 所以发电赔了他 问你要钱 中石化又赔了 我也问你要 他就 他就不用管生产了 我赔多少 问国家要多少就完了 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所以这个必须得打破 打破什么 就是你挣钱的时候 回到图上来 现在回到入市区域了 是不是给你入场 入场点 你卖不卖 是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你不卖 因为现在涨到入场点 卖的时候 基本面发生变化了 基本面告诉你什么 现在是五千点 又告诉你到一万点了 所以你怎么办 你迷惑了 你被别人讲的迷惑了 所以到这的时候 因为在底下的时候 你会下定决心怎么办 清仓不玩了 这话我听的多了 等到了这地方 他就下定决心 你坚持胜利 他他一定要跟他干 没有一个跑的 现在股民也是 都在发牢骚 发牢骚什么 我要再涨回六千点 我都不玩了 不可能 你离不开这市场 不玩了 你不忘了一加钱就是了 其实这是普通投资者的心理 是股市涨到三千多点 现在是不是很低了 我不认为低 告诉他 看你怎么看 他从六千点跌到三千点 是很多 跌到百分之五十 我告诉你 从一千点涨到三千 涨了百分之二百了 股市是不是从九百九十八涨上了呢 涨到三千点 涨了百分之二百啊 谁说是 谁说低啊 很高 我们要客观去面对这个市场 不能因为你赔了 你就不负 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逼迫政府 不行 你得出正常 你得出利好 出什么利好 这都是一些普通投资者 不正常 不健康的心理反应 我们回到交易外汇里来 那也就回到这个状态 投资者的心理会在 跟底下完全是不同的 那么心态会发生变化 这是你退不出来的原因 我们找个实例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欧远的走势情况 现在突破趋势线了 那我现在就怎么办 因为就是要找入场点 要找下面的入场点怎么办 我要找上面的线 换过来 到这个地方 你过来我就买 你别跌的时候 人家说一跌到这 还有又有跳桌 生来了怎么办 预测 二次探底 把你忽悠了 你帮过债走了 你把钱都留着 你等着二次探底了 没了 开入的时候就要入进去 到现在怎么办 上去了 现在我再回来 再找入场点怎么办 还不又到这了吗 我再买进去吧 简单运行就行了 这样你就不会被人忽悠 也不会出问题 基础知识 我就普及到这 下面我们有讲真的内容 在讲趋势交易法之前 我想解答在座观众 有什么疑问之前 讲的问题 有没有人有问题 陆老师第一部分呢 刚刚讲完了 那么对于第一部分 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来宾呢 可以举手示意一下 我或者是旁边的工作人员 把话筒递过去 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有人要问吗 没有啊 那如果展示没有的话 那陆老师就 有吗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陆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听下面的那个 去世交易法之前 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用 您实践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去世交易法 那么您到现在为止 就用这种方法 投资 收益怎么样 收益率能有多少 谢谢 谢谢 投入多少 就有多少收益 要根据你自己的投入多少 你投入多 那你收益多 投入少 收益少 收益率 根据行情走势情况决定 这一段盘整 你的收益率可能低一些 15% 20%左右 行情好一些 像星期四星期五的情况 也可以达到60% 50% 都有可能 甚至像95年 一天就做500点 那你就可能达到100% 或110% 那都有可能 是由行情决定 不是说我们现在定一个收益率 我就能够完成这个收益率 你也可能看到我们交易过程当中 不断有错 对一部分 错一部分 对一部分 错一部分 总的折合下来呢 是要正的 会有一个收益率 你说的这种情况 如果盘整会低一些 如果趋势就高一些 满意吗 我想问一下 您说的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 都是两种趋势 还有第三种是盘整 市场 它可能会不是说绝对的是一路上升 或者一路下降 它肯定和这三种趋势 它可能 怎么办 这就是后边讲的内容 好 那要是现在没有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给你办法 三种情况怎么去处理 这就是后边我们讲的内容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就先问到这儿 那么还是请陆老师呢 继续讲 之后呢 还是会给大家留出这个 答疑解惑的时间的 好 陆老师 好 我们进去新的内容 区域交易法 这个区域交易法 也是为了写这书 迎合书写的 起个名字 如果以后有些地方不太好 你们再帮我改个名字 那么我们要确定交易模型 那么假定这是一段走势情况 我不管是股票 期货 外汇 什么都可以 什么品种可以 说是不是只能做外汇 不是 股票我也做 期货我也做 都做 都可以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现在 是31号 我现在有关注的是什么 后边怎么走 后边怎么走 也就是刚才这位 这个同学讲的 然后怎么办 未来三种情况 他刚才讲了 上升 横向整理 还有下降 所以这三个情况 是客观存在的 谁也没有办法避免 那我们就要去面对 去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今天下午 重心讲的问题 就是从31号到现在 这个时间点 往后怎么处理 所以今天的配合也很好 上午呢 何老师帮我解决了 上边的问题 那我来今天解决下边的问题 学前边的问题 究竟说是因为什么问题 怎么涨的 怎么跌的呢 那就问何老师 他是专家 星期五出了什么数据 我都不知道 星期四我也不知道 我平时我不看 我只交易 所以有什么疑惑 那您请何老师 给您解决 那么现在 后边怎么走 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是不是你们最想 让我分析 明天给个答案 星期一早上来了 买还是慢 这我刚才在 何老师讲课过程 我就把这个图 考在这个地方 来欧元 这是星期五走的情况 收到的情况 欧元怎么走 不知道 没人知道 分析都是瞎说 谁都能说 你不就是说个长跌 要不就玩吗 谁不能说 怎么办 就得说前面 是不是大多分析师 怎么说的都是前边吧 因为因为什么情况 欧元涨到1.6018 又因为什么 跟何老师讲的 获利了结 又跌到1.5284 现在又基本面 要变 欧元又涨到多少 5818 现在又回来了 你说怎么走 他分析师就给你 很多 他会对付你 你不是要方向吗 我告诉你 我是从来不给任何人方向 为什么不给你方向 我不知道 我百分之一百不知道 我只会做 我打开电脑 我知道满 那方向我不清楚 你分析方向 你找分析师 分析师给你 告你方向 怎么分析呢 预计欧元呢 在1.5284会有支撑 如果不破1.5284呢 欧元有机会 多破1.5818 如果突破5.818呢 将暂时测试 1.6018 如果突破1.6018呢 欧元有可能展开一轮 快速上升走势 但是如果 但是啊 我就说完了 我就来但是 但是为什么 给自己包装一下 避免说错 但是欧元也不排除 现在跌破1.5284的可能 如果多不跌破了呢 欧元有机会再次回到 这个中心区域1.45区 但是也不排除欧元 在1.55 50到5580区间盘整的可能性 完了 你不问我怎么走吗 我都告诉你了 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 赔也是你的 赚了也是你的 明天真突破1.5818了 我就告诉你了 我就开始写文章 为什么 我看 欧元突破1.5818 我可以找一万个理由 来说服这个结果吧 说跌什么 跌就不说了 而明天啊 跌下来了 跌下来先不露面 等哪天说准了再来 我们股票市场也是这样 你这涨 前一段时间 一直往下跌 破五千说四千五是底 破四千五说四千底 破四千说三千八 三千八说三千五 三千五为什么 说政府啊 就是极限位置了 三千五都破了 到三千了 三千还破了 哎就那三天没有平了 所有分析师都没了 见底了 回去了 哎这就是市场啊 啊 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什么 你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 你走过了 历史又不能重演啊 但是如果佛经里都讲了 叫禅定 历史可以重演啊 啊 昨天我在晚上三点起来读经的时候 就读到禅定这一段 啊 历史可以倒回去 啊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讲课内容啊 那么确定交易模型啊 还得回到交易中来 我们还得面对刚才分析师分析的三个问题 涨啊 跌啊 盘整啊 所以他不教你怎么办 啊 你得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怎么办 只有把上升趋势排除掉 现在你才能交易 啊 我不能三个方向都说 现在我告诉你啊 涨的可能性没有了 现在只有盘整和跌的可能性 你现在不就会做了吗 卖吧 打开电脑就卖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我把下降趋势排除掉 未来下降的可能性是零 你打开电脑你也会交易 买就完了吗 学生说有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 谁复杂谁赔钱 是一个交易是什么 交易是一个简单程序化的工作 何老师上午也讲了 计算机行吗 代替不了 计算机简单 那就给你来回买卖就完了 所有软件设计最好的软件 营地率是多少 零 打到最后平手 这是设计最好的软件 所以计算机是代替不了我们人 去做这个简单程序化工作 何老师上午讲的人会什么 会变 他会调整 他有感情 他动的时候 我会跟你他来聊整我的状态 这是计算机 读不懂的 那么上升趋势排 下降趋势排 怎么排呢 有方法 那么在讲方法之前 首先你对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 你得了解 什么是上升趋势 什么是下降趋势 但是知道概念的人多 真正在运行起来你就糊涂了 走的时候你就糊涂了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假定 我现在 我现在要从这个点走到这个点 类似于爬山 我要完成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爬山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上升趋势 我不完成上升趋势 我就到不了山顶 那他现在在爬山 他有迂回 他有下山 他有上山 最终呢 他得突破他前面爬的那个山坡的高度 他才能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 这就叫什么 破高不破低 一直突破高点 这样他才可以爬山爬到山顶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什么 就是上升趋势吧 也就讲不断突破前边高点 而回调过程 不断跌破前边低点的过程 我们叫上升趋势 大家看 他的高点是不是不断在位移 向上位移 他才能爬到山顶 那么第一点呢 也在不断的往上抬高 我们讲这叫什么 上升趋势 我们再通过他实际过程 怎么来看断他 在运行过程当中 那么现在我看 看不出趋势来 现在破高了 你看不出趋势了 你还用问别人吗 这不就是长的趋势吗 怎么去确认呢 只要他回来 不再破前面的低的地方 这个方向就告诉你了 这一段已经决定了 未来的一个涨的趋势 上升趋势 那么这样 未来的走势的情况 就这样 也就不断突破前高 回来不跌破低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点 然后跌破了前低了 就不符合趋势的定义 就违背了上升趋势的定义 那么从这个点 趋势就转变了 那么后边究竟怎么走 不是下降 就是盘整 因为前面上升的 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 那么下降趋势 我不讲简单一点 跟刚才是反过来 那么这个定义 从哪来 从道士理论来 道士理论 虽然没把上升趋势 给你一个准确定义 但是他自立行间里 已经透出这非常准确的信息 就是这样 谁不违背这个原则 谁就不会凑 那么横向整理 刚才有个同学问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也就从这个点 告诉你横向盘整 那么前边呢 是叫下降趋势 从这个地方不破前低 如果回来不破前高的过程 横向整理就确立了 那么未来就展开 横向整理走势 那么这样 我们三种情况就都说 那无外会 未来走的情况 就是这三种可能性 那么如果你能够掌握 这最基本的概念的东西呢 你要赔了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你完全按照道士理论的原则来 出现这三种情况 你就甭给我再来了 什么KDJ 又MACD 又RZ 那些都是骗人的 你不要那个 你就刚刚这三个情况 你要 你要是交易赔了钱 完全按他来做 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因为这楼不高 跳下去摔不死 所以 简单 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复杂化 你学的越多 你赔的越多 你要上新华书店的书 那一书价全是技术分译书 谁买的多 谁赔的多 谁看的多 谁赔的多 你去看越看越糊涂 何老师上午讲了 他就是抄你的 他抄他的 抄完了 最精华的部分落掉了 他又抄他的 他最精华的落掉了 所以而且我告诉你 书上的东西80%都错了 你看书都对 你要做准错 为什么 那写书人 他不会拿个错的例子 搁放这里方来 他要验证一个理论 找15年的图里头 找一个 拽着搁着 15年才走了那一次 你天天按照那理论去交易 不赔你的钱 赔谁的钱 所以我们讲了 何老师上午也讲了 理论从哪来 从交易中来 我们必须用交易 实际交易过程统计结果 来建立交易体系 上个星期我去深圳讲课 说不对 你刚才画那波浪 那个理论不对了 他说什么 第二浪是不能跌过第一浪的低点了 谁说的 他说书上写了 书上错了 50%情况都是跌破第一浪的低点 不信我们就走图看 我们来做统计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过于迷信 埃列特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可没有说第一浪 第二浪不能跌过第一浪的低点 他没说 那是你翻译翻译的人说的 你把那程度复词给翻译错了 英文有个什么 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五十 和从来没有 你把优势的翻译成什么了 必须什么什么的 就错了 优势的什么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情况是这样 你没理解他意思 那是你的问题 那么上升趋势我们刚才讲了三种情况 上升趋势买 下降趋势怎么办 我就卖 我就顺势交易 在低点子怎么办 我才去买入策略 到了获利我就出来 再到入场点我再进去 又让我出来我再出来 我们很多人会买不会卖 买都对了 没出 只了 所以你会买呢 你还得会把钱装兜里头来 这是蓝色的是我们的入场点 红色呢 退出来 退出来等着 那么下降趋势呢 我们绝对要遵守这个原则是什么 回来我就卖 回来就卖 走完了 我就获利两斤 说你为什么要上升趋势就买 下降趋势就卖 哎 我腻着交易有没有钱赚 你说买 我是跟你对着来 你买我就卖 你也有赚钱的机会 你也有对的情况 我们来统计一下欧元一个周线的图 那么这是欧元从0.82涨上来一段 这一段趋势 我们把它的整个上升趋势和回调的走势来统计一下 你就很清楚 我们把它拆开来重新组合 涨了多少 7137点 回调的呢 3682 涨上升趋势是回调多少 两倍 因为我的盈利空间是你的什么两倍 所以我才能够实现一个什么亏小赚大的过程 所以你你可能去参加别人会去问人家说 怎么可以赚钱 亏小赚大的 如果你逆事交易天天都在亏大赚小 从理论上你是亏大赚小 你怎么能够实现亏小赚大 所以你工作起来很辛苦 为什么你逆事交易的周期长 一旦亏损的时候就很快 这是顺势交易的特点 逆事交易 永远是很长的周期 你今天早上买了 到12点晚上你再看看还等着呢 错了 肯定是错了 所以绝对不能做的就是一个逆事交易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统计上升的一个波段 现在统计下降一 我们随便摘一段下降欧元的走势情况 同一个货币 我们来看看它顺势交易的区间是多少 逆事交易 1.786 也是两倍 所以这就是出现我们现实交易过程当中 经常有人买完了 然后一不小心怎么办 你赔了大钱没做止损 一下子拉出200点 就说明天再看看吧 再看看还在那爬 你还有希望 因为分析师给你希望 他告诉你 这地方能守住的话 就会上去 你等着晚饭一吃完了 不但没上去又下去200点 那屈事出来了吗 所以你赔了200了 你再加200就400 等赔400了 你就不是你了 你原来姓张 你原来就不姓张了 因为姓张的人 你原来思维还敏捷了 你等赔400你就不敏捷了 你说你跟啥都没什么区别 你目了吗 你会不断怎么办加码 你就总是怀着希望 所以这是什么 逆次交易的结果 你想想 如果你顺势交易 是 你不小心 不小心怎么办 就挣大钱 你正要平仓呢 帮我来一电话 老李来一电话 怎么什么事啊 给儿子找个媳妇 那想怎么样 差不多 时间一挂怎么办 一看 又挣300点 你顺势就会 这个结果 你要腻的话 那不就又赔300 所以顺势交易 你就很安心 你交易起来很轻松啊 你不要有任何负担了 所以回到 趋势交易法的交易原则 我们讲趋势线加拐点线 确定方向 K线黄金波 确定入场点 波浪理论 撤出来盈利 入方向我告诉你 入场点我也告诉你 在哪平仓我也告诉你 用什么理论啊 K线 波浪理论 下面我们讲这两个方法 用其他的还用吗 不要 这两个就够了 我们经过15分钟 30分钟讲 K线 完了 你是K线大师 波浪理论完了 30分钟以后 你准是波浪理论大师 下一段我们接着再讲 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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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休息一下 现在是30分钟到3.20分钟 开始了 大家 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半时段的这个讲座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大家都陆续的入座 那么手机呢 还是调成关机的状态 不要再调成震动了 那么另外呢 在这儿还是跟大家再说一次 那么陆西吴老师通过趋势分析 掌握外汇市场中的制胜之数 那么讲座呢 下半时段正式开始 我抓紧点 速度快一点 然后今天还把内容讲一下 中间 我先把内容讲完 中间再给大家一个答疑时间 交流时间 我发现完了以后呢 很多人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帮着大家解答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三种情况 趋势线 拐点线 给个方向 你现在先告诉我 买还是慢 那么黄金分割加K线呢 让我找一个入场的地方在哪 波浪理论呢 加拐点呢 你自己要知道在哪去评仓 那么首先我得去做一个假设 为什么要做假设呢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 所有的因素 不是对就错 就是概率 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一个元素是必然事件 必然事件是什么呢 就肯定百分之一百涨和百分之一百的跌 或者肯定某一事件百分之一百发生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前段时间 我国内股票已经形成了下降的趋势 非常明显 那么很多人呢 还讲什么呢 说我们基本面还是好的 基本面好就买股票 所以美国基本面好你就买美元吗 中国基本面不好你就卖人民币吗 这跟这个都没关系 交易是交易 分析是分析 它是两块 不要把交易和分析混为一谈 所以为什么要假设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肯定某一事件百分之一百发生 所以我要假设 假设一什么呢 如果价格突破趋势线和拐点线 我就认定之前的趋势结束了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 如果价格突破趋势线和拐点线以后 如果突破分析点A 未来展开上升和下降 如果不突破 这是刚才有位学员问的 横向整理 不破就是盘整 破呢 就是趋势 那么这样我们把三种情况都给它分了 那么交易我们就按这个原则去交易完了 这里头就变成什么了 机械化的简单程序化工作 整个交易过程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们讲交易要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 叫无我状态 没有我的东西 整个交易完全是由市场决定 市场让我去买我就买 让我卖我就卖 你自己留有的痕迹越来越少 你成功的积累就越来越高 如果你脑子还有一个概念 我想 我认为 我觉得 差不多了吧 这都不是专专业交易人员 所应该有的一种思想意识 脑子里头就不能有 不能有 我想 我认为 怎么成你认为了 你参与交易 是以你为主 还是以市场为主 以市场为主 就应该市场怎么想 所以你的交易应该是 跟随市场 所以也就叫 不应该有我 有我的因素在 所以我们通过假设 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排除 那么让交易更简单和机械化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的情况 那么这是一段上升趋势 大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价位 我们讲先假设一 突破趋势线 突破拐点线 原来的趋势 我就不考虑了 这是趋势线 按我们定义里边画了 刚才我们讲定义上升趋势线 最高点最低点 最低点最高点之前 低点连线 我想划线 大家都不要再错 这错后边就没法做 那么拐点线 确认 这俩都破了 我们讲的第一个假设里 都破了 原来那个趋势呢 结束了 我不考虑了 说有人还要问 我不考虑原来会再上涨 从此以后会这样涨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还是有 还是有50%的可能性 继续恢复原来上升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怎么办呢 就止损 就止损 所以我们讲了 任何一个交易人员 交易完了 然后一般对一般错 说那一般错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就放在这 我要把所有的错都放在这地方 其他的全是对的 那你的账面就不同了 你就会出现什么 亏小赚大 看到你的账面就 负负负负正 负负负负正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很多学员 有时候把账单拿过来了 我不用看你人 我知道了 我看你账面 我就知道你是谁 你的交易结果 就反映在你的账面里边 那我在05年回国 做一个面试 有个学员 也是我们国内很著名的一家 起货公司的 操盘的人员 拿了一账单给我看 说我99%多对 我也难找 那么市场 市场两种人是很难找的 一种是100%都对 还有一种呢 100%全错 你要全错 你也是宝 你是宝贝 多少钱我都要你 就是两种人是宝啊 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 每次都做 你每次都做 我就养着你 这就很难做到吧 好 我们来只看看 这个过程就行了 不太方便 你看是不是 看这个数字就行了 总是负负负负 很小 然后要出现正 正的要大 我负的就小 又市场又盘整 盘整怎么办 又是正 你现在主趋势就给我 盘整了 我给你 错的 我给你 大的你都给我 这就是 走一走 你应该有一个 那么这就 账面就看见图表了 我一看账面 就看见图表 怎么走的 盘整 趋势 盘整 趋势 你趋势怎么办 趋势就盈利 所以看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么刚才这种情况就是 我把它排除并不是未来不可能发生 没有任何因素你可以排除 但为什么你要做 你要不做你怎么交易 你又看涨又看跌 那怎么买 除非就刚才我们有学院下午 下边探讨 期权 你会做期权可以 你期权你不会做 但我没办法做 我没办法有保证又涨又跌的时候 同时都能挣钱 除了期权可以 现在怎么办 我必须得想尽办法 刚开始排除一种方向 那现在怎么办 建立模型以后 我就把这个 亏小的情况给他排除了 如果发生给他 如果不发生怎么办 你给我 咱俩就讨价还价 所以进去 不是我 我办 就是你办 所以交易 是不是就变得轻松了 那么如果下降的情况也是 我们先划线 趋势线 拐点线 我们还是讲破线了 两条线都破了 前面的趋势不考虑了 如果发生 账面上就是复数 如果不发生 涨多少 我们拿多少 那么还有一种突破分界点A的情况 什么呢 现在下降趋势线 拐点线都破了 现在 如果还下降怎么办 止了 止损 如果突破A呢 你就刚才用学员解决了 是盘涨了还是涨啊 破了A了 我告诉你涨 不破A呢 盘涨 上升也是这样 上升趋势线 拐点线 破了 未来涨 我也不考虑了 如果破了A 未来就下降 待会我们去 上海A股 你看看上升指数 什么时候破的A 11月8号 去年11月8号 你不对出来 你有病啊 你就没懂得市场规律 所以有人说了 我我我是六千零五十 令银十二出了 我六千点张号都给出了 那你是不理解 什么叫交易 你不懂得什么是交易 什么是交易最大化 涨的时候 怎么可能出来 趋势没转的时候 你怎么会出来 如果你在11月8号之前出来 那也就是 逆时交易 你涨的时候 你能出 跌的时候 你也能买 所以是不现实的 说六千点 你正好出了 那是偶然事件 偶然事件什么 你撞上了 那偶然事件 不代表必然 可以发生以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来看实例 这是欧元的图 现在破了 分界的 趋势线 拐点线破了 未来下降怎么办 我不考虑了 说还跌还跌 止了 止损 现在A点也破了 怎么办 未来什么 未来就上涨趋势 回来就是涨的趋势 那么这个地方 突破A 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不买 是跟上上午 何老师讲的 就不矛盾了 你看我们俩有矛盾地方 我们俩还有相合的地方 这就是交易 这会儿就要等一等 何老师讲的 等一等 用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要等一等呢 待会儿我们再讲 那么就看之前突破A点 那形态是什么呢 决定你马上要进去 还是不进去 那么这就是决定 等还是不等 那么现在就等一等 摆进去 涨 你看简单吧 反过来下降 从涨跌下降的情况 趋势线 拐点线 都破了 趋势转了 我最少不看涨了 我不看上涨了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在涨的情况下 不破这个地方 我不认 破了这 我才投降 所以我们很多人 做止损啊 乱止一击 老师还有人 老师告诉我了 进去做三十点止损 你听他的 你天天要三十点 你那点钱还金止损啊 止的什么概念 就趋势跟我入市方向 发生相反了 我才退出市场 你止了 止了 你这把人买 我买了 碰止了 三十点 我还得买进去 你买了 又止了 你方向老看对 你老对止 那不麻烦了吗 啊 所以什么时候止 就刚才我讲的 趋势转了 什么时候转 就我们搁的这个位置 他不破 趋势转不了 啊 所以你就怎么办 你该干嘛干嘛 啊 那么这个A点也破了 我们讲了趋势 未来是什么 是不是下降趋势了 下降趋势应该是什么 逢高呢 卖出 你现在找个高点卖就完了 啊 所以挣多少钱 刚才讲 收益地多少 我哪知道 他一下跌 一下穿五百点 那你就赚五百 他就下二十点 那就赚二十 啊 我就等着高的地方卖一下就完了 啊 这不就是 趋势出来了 如果不度波分界点的情况 就说那个盘整的情况 啊 那么现在 两个都破 啊 他A点不破 刚才低点也不破 但是趋势线拐点线都破了 我们之前下降趋势已经被我们排除 但是不破A 他又不涨 不涨 不涨 盘整嘛 那么未来价格怎么办 就在这区间里头运行 所以下边是我们多头的止损 上面呢 是空头的止损 你不突破这个区域 就没有趋势 啊 我们讲叫无趋势盘整 啊 那么上升过程里边 趋势线拐点线A 不破 啊 那么这个两个点也都确立出来了 那他只能在这个区域里运行 所以价格 跑不出我设定的范围那区 啊 我们来看看实例啊 这是美人对日元的 啊 其实现在拐点 线线止损也设定了 现在你 我现在买进去 你不破这个地方 我不止损 或者我就止 啊 我就投降 现在A点破不破 我在决定我是执行买的计划不买 你不破 我就知道你在这盘着 啊 所以 三种情况 是不是我们现在都讲清楚了 涨是什么情况 跌是什么情况 盘是什么情况 啊 刚才休息期间有人问老师要不要把图表形态也考虑进去 先不考虑 啊 我现在不跟你讲 我也不跟你讲指标 我也不跟你讲 你先把这个了解了 这是根本 啊 这是交易的最根本的东西 你现在有这个地基都没打好 你现在就是要上梁的 不可能 啊 所以形态的东西我们再去研究形态啊 你比如说每个货币的特点 啊 日元 日元什么 日元走位子行 日元就是就是这个走 他为什么这样走 他是跟亚洲 跟美洲市场的衔接造成的 啊 因为美国的交易员不做日元 啊 还有是 日本交易员的一些特点 啊 因为日本大多的交易员都是进出口商 啊 这是跟他们的利益有关系的 所以造就了这样啊 日元是是是是来回震荡了 啊 你要掌握他这个货币特点 你现在要做瑞士法郎 你就得去懂得什么 波浪理论 你不学 你就有有你苦头吃 为什么呢 那瑞士法郎的交易池里边的 几个中东的以色列人 全都是交易的波浪理论大师 所以他们的交易会影响到整个走势情况 你现在去回去翻 加币和瑞朗 你看看他是不是走波浪 走的而且是非常准确 而且是严格按照波浪理论来运行了 啊 所以我要做什么货币 我要做什么品种 首先要知啊 你要知 知道他的一些内在的规律 你再去交易 啊 所以做日元的人呢 也要掌握日元的一个特点 啊 那我们再看一个上升过程当中 不破破A点的情况 啊 如果不破呢 他也在这个区域里头运行 你就采取怎么办 高买地卖的交易策略了 啊 那现在我就开始讲 怎么把单子放进去 啊 怎么买卖 那么现在我们先找趋势线 找拐点线 这是未来我们多头止损 现在A 现在不破就盘整 破了怎么办 就是涨 现在已经突破了 那我知道他未来要展开一个升的趋势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和第二入场点 你现在能够完成这两次交易 你就阿弥陀佛了 啊 所以这是A 这是B 这是C C到什么地方呢 啊 1.618乘以A浪的这个低 A浪 加上B浪的低点或A的高点 那就等于C 啊 你自己平时交易手一定要勤啊 这个手边呢 看都有个计算器啊 习惯了的 那啪啪啪手一按就出来了 你就简单一按 你就知道找到哪了 你就不去做这个工作 啊 我发现国内很多交易人员没有这个习惯 啊 在美国 在加拿大好 你去哪个公司 每个交易员手边都是好几个计算器 啊 所以 手一按就是速就出来了 啊 啊 现在突破A点 我就把止损往上挪一挪 刚才是不是在那止损 现在呢 到这止损 现在破这个地方趋势就转 刚才是破A的最低点的地方趋势转 现在过这就转 那就把止损的位置放在这个地方 说有什么根据吗 我告诉你 交易员习惯动作 他习惯就这么放 市场就是对的 啊 所以而且是 不会出现 说错了 指了然后方向又反的情况 啊 我确认涨了 我现在怎么办 要找一个入的地方 啊 要找下呢 先画上 哎 我现在找到入在这个地方 入完了 然后突破C 我讲调整就 那种可能性就排除了 那么我们还不能排除 ABC的调整 怎么办 现在破了 破了就没有了 那么这就变成第四了 这就变成第二了 这就变成第一了 就未来就转成升的趋势 一破 现在跌破这个地方 原来升的趋势结束 我就把止损放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随便买 目标到什么地方 1.382乘以A加浪的第四点 浪的第四这个低点 还有一种第二个啊 3.236乘以A加上A的高点或低点 啊 所以你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啊 把位置找到 那五就完了 钱装兜了 结束了 啊 所以这是完成了一次上升趋势的交易过程 他有没有可能发生 偏离的情况 那么现在如果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啊 也是我一直在跟学员交流的地方 因为很多学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啊 最容易错的就在这个地方 啊 我现在在这事买进去了 买进去回来 他不破C的点的地方 你该怎么办呢 你得退出来啊 他升结束了 什么时候 如果不破C 给你第一次警告信号 你还可以在市场再待一会儿 第二次破了拐 拐点的时候 就给你第二次警告信号 如果破了前边分界点A 上面 上升趋势结束了 好 那么这样怎么办 未来展开下降趋势 所以破低点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国内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啊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低点啊 然后这现在在下降趋势 到这怎么办 你说是买还是卖 买的举手 卖的呢 不对啊 买卖都没有 你们现在虚空没人啊 买了 卖 卖对了 买的人错了 啊 所以你要有这种习惯 人说往线 我把线往这一拉 哦 五年前低点 帮我买进去 你找完了 还有十年前低点了 啊 五年前了 跟这段时间的趋势是两回事了 现在走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很多人不能理解趋势就这样 这是一段趋势 这是趋势 这又是一段趋势 现在往下运行的是从这个C开始的这个趋势 跟这边没关系了 说如果我买 正好找着那低点帮买了进去了 偶然事件 到那个低点的地方一半的情况下停下来上去了 一半的情况下不停下来穿下去了 你能认为说因为这个地方是前低而弹起来的吗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还是概率事件嘛 他弹起来不是因为前面低点弹起来的 所以也就不能作为你的入室依据 那么现在正在下降趋势过程当中 你要去买吗 你买趋势不发生反转的情况下 你买就破 你再买还破 这就是我们从6000点8888买到3000点股票 你总也不买了 你也下去决心割肉了 那上去了 所以这是大家在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实际的操作技能 好 我们来看看实例啊 那么这是每人对家人的一个形态 趋势线拐点线啊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现在我要判断就是A的地方 你现在破不破这个地方 破就涨 不破就涨 不破怎么办 我就慢 你这地方还不破 就回了 破了呢 拐了 所以交易那个我放箭头的地方 就是你要执行计划的地方 到这地方我要去 你不要怕错 我们很多交易人员就是不敢下 不敢下什么 他怕错 谁能避免得了错啊 下进去 在这个地方单子放进去 对错跟你没关系了 你没任何责任 对和错是市场决定的 千万不要先主观上 我这一次进去一定要对 不要有这个想法 那现在破了 我就知道他未来要展开生的趋势 目标呢 这个3901怎么算出来了呢 这个大家应该看得懂啊 我再给你退回来 这个高点减去这个点乘以呢 1.618减去这个点 加上这个点就到了 就走到这就停下来 你都计算好了 他差不多到那停下来再回来 好 然后又破了呢 是不是再展开一个生的趋势 那你再算上能找到什么地方 到哪呢 好 这个计算到自己会去算一下啊 到1.4457 好 那到这停下来 到4195就不过去了 就完了 我就平仓 我就结束就完了 我总是要把他上升趋势一段给抠出来 这一段是我的 我们来看这个 美人对家人 现在是不是 那么这是不是我们讲要找下怎么办 先画上 拐下来 那么未来要转开升的趋势 现在升 是不是你现在就要判断 破不破前边高的地方 不破怎么办 跑 你不跑就麻烦了 这么讲 叫第一次风险 我现在退出来 退出来怎么办 我看一看 这就是何老师上文讲 等一等 过去有过去的办法 不过去有不过去的办法 好 等我们讲 来算看这个账 那么现在来讲 一种可能性是过去了 一种可能性不过去 我告诉你 两个结果 过去了呢 你多转一点 不过去了 下来 那你要怎么办 这得退出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我现在退出来 过去了 我再买进去的话 我只是 减少了一点盈利罢了 是不是我只是抠出这么一点 它涨到这个地方 我的盈利 是不是还是这个 然后扣出这一点呢 所以我们讲 做交易要学会了什么 一加一等一 等一几 等一 等一 等一二就做 一加一 为什么等一呢 先进去算一 退出来 又加进去了 这是一次交易 那么交易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这算什么 一次 我把它分两次 分两次有什么 回来了 我可以再入 或者怎么办 我可以避免一次亏损的机会 又上去了呢 减少点盈利 我多拿一点 两种情况对你都有利 你为什么不选择呢 所以这是很多投资者算不过账来的 就是总要在那守 你要看 你要看的结果怎么办 越看对你越不利 所以要采取办法去处理 那现在它不过 又破了拐点 第二次提示 又破A 第三次提示 虚实怎么办 转了 我先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 我看大家有点迷惑 有谁有问题 好的那接下来进行答疑的这个环境 有没有这个有问题 陆老师 您这趋势交易法 那个在外汇交易中啊 适合是五分钟线 是五分钟线 还是小时线 这是一个周期的问题 周期的问题 所以 很多交易人是迷惑这个问题 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交易很难 趋势冲小到大 还是冲大到小 你自己回忆 趋势冲小到大 我们很多交易人也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 什么 趋势冲大到小 他先看小 看完了 做完 他错了 错了怎么办 他看大 我本来是看着小石头做的 买了 买了帮爹了 爹了他去看看什么 看看天图 一看天 哦 还往下呢 再看会儿吧 你看了还是错 你错完了怎么办 还不认 还不认 再看看周线 周线还错了 怎么办 再看月线 月线咱国内股票 还有什么季度线 还有年线呢 咱叫嚷嚷最凶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海A股破年线的地方 你喊破了年线也没人卖啊 所以趋势记住是从小到大 那么这个趋势是怎么定的呢 我这个周期怎么定呢 是跟资金管理有关系的 你多大的资金就多大的周期 你说你现在就投了一千美金 你现在看天图 或者你看月图 那跟你有关系吗 你看月图 一只存就八百点 一只标准少那就八千美金 你只得了吗 一笔也交易不了 所以你一千美金 按资金管理 百分之三十 然后再分十次的话 那就是百分之三 那么这样按这个资金管理 我来再找去找周期 我能交易的周期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投过一千美金 你最多也就看个五分十五分钟图 你看四小时图 我看看四小时 四小时周期 我们算了支期的止损 那最少要八十到一百点 早超出你设定 每次交易亏损了 那你交易不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 去清楚趋势由小 转成大 所以你说现在 小时图还涨了 五分钟跌呢 没关系 再待十五分钟 不就转过来了吗 再转过来 你再采取措施吗 那离着你入场 那早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周期跟资金管理 要很好的结合 确定了自己的周期 这就是你资金的 管理的交易模式 你只能这么交易 这是不是你要选择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 去看很长的周期 不要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 你看欧元 你看得出形态了吗 是不是还在这固有呢 还在那局间里头呢 我们要看小时图 是不是就可以清晰一些 你看小时图还不清晰 为什么 你还不敢买 你看五分钟 你就更清楚了 五分钟 五四八零就给了信号了 买入 我们来看啊 虚实线 拐点线 A的地方 A的地方 是不是五四八八 五四八八就让你买啊 买了怎么办 这不刚才我们讲了吗 这不就趋势吗 这不就趋势吗 如果你不采取这个 你去看长周期 那是不是刚动了 你这看四小时 那更没趋势了 还没动呢 这趋势是慢慢慢慢演化过来了 你再来二十个五分钟 那就上天了 你等着长周期 看住去审的结束 你去准返 所以记住 先要把资金管理规划好 然后选定周期 决定你这个资金的交易方式 我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 好的 陆老师您好 那个有三个问题啊 就是说您讲的中间的话 一个就是咱们拐点线的确定 和画法 这是怎么怎么确定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咱们的好多外汇分析师 和外汇分析员在讲解的时候 常常讲前期的密集成交区 那么咱们在趋势界一种 考虑不考虑这个因素 第三个点 您讲的资金管理那边 和我外汇保证金交易中的这个 这个倍数 怎么考虑 谢谢 好三个问题啊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什么来着 拐点线的确定啊 这是职业病 职业病就是什么 说完了就忘 你必须练就这个技能 否则你很难成为好的优秀的交易 我交易完了 我待会就忘 一转脸 我刚才买了吗 这个是可以练的啊 刚开始每人在学的时候都是要练 练这个技能 为什么 这次完了 怕就过去了 刚才做了 没做 赚了赔了 不知道 但是做下来 静想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教育 如果你不能有这种技能的话 麻烦了 刚才赔了 这又哆嗦了 一哆嗦又赔了 下一次没法做了 所以要善与忘记 先说拐点线 拐点线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下降趋势吧 现在偶然什么时候能转卫生了 转卫生了就是拐点的地方 要找上面这个拐点 是不是先画下边线呢 OK 我们就画下边线 我告诉你 现在偶然 你不过这线甭想生 他过不了这线 那就是拐点 如果现在开始生的话 就是五六四九 如果再过又过又过又 到星期 到星期三四了 那就到五五五零了 就碰着线了 这就是拐点 拐点是随着周期动的 下位也是在变的 有时候是平行 有时候不是 具体情况具体来看 你认为这个线有问题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拐点线的话吧 刚才第二个问题 你问的是 就是说那个 这个密集成交区 前期的密集成交区 我们趋势交易中考虑不考虑 你这个概念是从股票来的 因为咱们外汇分析师 也好多也讲这个 对对 股票是这样 如果我们去做股票 也还是要考虑 密集成交区的成交量 是多大 通过成交量跟前一段时间 浪风的成交量的对比 我大概能够做出一个随机分布来 随机分布什么 我管他是谁做庄的 我一定找到了 你随进去了 我就做就行了 我管他小道消息谁来的 这个要参考 但外汇里头我们很少去关注他 因为成交量太大 成交量大大 你考虑的 对的几率不大 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 可以不要去考虑 密集密集做盘整来考虑 你把它划分到盘整区区 后面我会讲一下盘整怎么来做 那么第三还有个问题是 就是说这个资金管理里边 我的这个保证金交易的倍数 和这个资金管理怎么考虑 这个问题也是好多人问的 跟倍数没关系 你现在多大的资金 就刚才讲了 百分之三十分几次去助理 是吧 根据你的交易技术 那每次交易亏损的幅度是不是有了 你现在每次亏损只能一千 我给你放大五百倍 你每次亏还是一千 我给你放大五倍 你每次亏还是一千 那你就是 你投多少 跟这没关系了 所以这个倍数 不要去迷惑 说好多公司给你搞一比五百 那还让你去赌博 那不懂的人 砰去了 一那进去那死 你一转眼没了 怎么钱 你放大五百倍 你当然没了 他放大多少倍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按照我资金管理模式来 你现在不给我放大 没关系 我只多掏点保证金就完了 我多入点钱 我还是这么做 所以这个是没有影响 别被杠杆比例所迷惑 清楚吗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接着再讲 咱们谈到这个趋势交易法 一般都指的 好像应该是 就是说是那种上涨或者下跌 对于盘整趋势期间 用趋势交易法 很多人会有 就是可能会 就是来回遭受亏损 这种情况 尤其是很多就是说那个盘整趋势呢 是一个小幅盘整 比较横向法的那种情况 那么对于就是说 尤其是处于这个小幅盘整区间 这种趋势的时候 您认为就是说 对于趋势交易法 应该怎么做呢 是观望 还是说是采取其他的交易系统 还是说 有什么其他的应该办法 后边会讲的细一点 就是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讲了三种情况都讲了 上升 下降 横向整理 我都列出来了 刚才讲了 说盘整 就是判断A点 你现在脑子要集中到A点 和前面的低点和高点 不破 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交易是做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也不是你猜出来的 说盘整 盘整做出来了 所以现在开始走呢 谁知道是盘整啊 我不知道 现在我们来画个线 咱们讲听这趋势线拐点线 我就不画了 那么这两个是不是都破了 这个掌握我不考虑了 那么未来可能什么 这样 还有一种可能性盘整 盘整的可能性 你刚才要问的就这样 那我给出条件就不破这地方 我就认定盘整 那么我的入室区域在哪 是不是在这 在这怎么办 是不是买啊 在这呢 那么这边是 我不考虑涨 未来涨的情况 我在这怎么办 我在这止损 那么在这个区域 我来采取什么 卖的策略 就可以了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现在一下来一满 把我打穿了 我被指了 他又上去了 你说是这个情况 是吗 还有破证 又回来了 这个叫操作技能 操作技能 任何人都要具备这种技能 我来讲一下 说现在我确定了一点 他现在跑过来了 破了 我刚买了 然后被指了 指完了怎么办 他又回来了 这会儿我们用到K线 我讲的快一点 后边我们讲K线 那么这时候就K线就 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K线给出准确信号 他可以准确告诉我们 在哪地方转很形象 那这是东方人发明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 他这个优点 现在我被指以后 回来怎么办 我给大家讲 五种线 我用就可以了 K线 出现我们说的 五种情况怎么办 再怎么办 再入进去 所以你看到 厂内的交易员 买卖卖卖 他停下了吗 他不断的错 但他不断要去交易 不会出问题 我再去买进去 那么值存 我还搁在这地方吗 是不是就不能搁这了 你刚才搁的 那个止损的位置不对 在哪 在这 所以我第二次 再去入的时候 就在这 又入又回了 怎么办 今天不是你交易 明白了 所以你设定个去以后 那么拿出现错误情况来讲 去 再去 然后又错了 怎么办 就是一般人都不会去了 好 所以顺便这样 我把后边这个 我把后边这个交易订单 让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通过图表 可以准确的看到 它的止损点的位置 止损点的位置在哪呢 也就是在这个拐点的地方 波浪的高的地方和低的地方 那都是很多人放头寸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原来交易员是拿着纸进到交易池里边 他要写 写下来 谁买了多少 谁卖多少 谁在哪止损 是不是很难去看 现在交易员都用什么 掌上电脑 PDA 跟公司去连上 公司进来的任何订单 都在几秒内 马上进来了 我们还有人用Cube Cube Cube也是一个终端 所以一看就很清楚 所有订单在这清清楚楚 大家看这个订单 跟看那个图表没有太大区别 交易员看订单 你们看图表 我们是通的 你看的那个位置 跟我看的这个位置 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看完这个位置 知道止损在哪吗 左边的是止损单 现在的成交价格 假定是1.3358 左边上边的都是止损单 右边的都是获利的订单 挂在那个地方 谁一看就很清楚 那么这个止损的位置在哪了 止损的位置就在1.3365 3365在哪 就在这 你个的那就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他交易员怎么把这个3365的订单给触发了 交易池里头几种人呢 一种是自营的交易员 还有是什么 经纪人 那么自营的这些怎么办 想尽办法在那怎么办 抬高价格 或者压低价格 他们要干嘛 他往那止损的地方撞 他为什么要撞止损呢 撞完止损价格跑得快 这是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在里头剥头皮 不断买卖 不断买卖 然后把价格就搓到那地方 我现在一看这个订单 我只要用十手的交易 就可以触发3365 大家看到交易的时候 会很平静 一段以后 啵啵啵啵啵就起来了 为什么 就头寸如果积累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一手一口单一喊 所有单子全成交了 那止损直接就撞到那地方 假定是33559成交 我放慢了这个过程 因为也是按时间优先 价格优先 放订单的 也是这个规律 触发到哪个价格 买卖就直接对冲掉 所以很快就到这个状态了 那3365的Buy的止损还没有的话 买不上那价格已经很快 都离得很远了 所以你们会看到 尤其是在公布消息的时候 一个人一喊一口单 一下子八十点出去了 如果后边没有人跟 那价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个价格为什么回不来呢 3365 是不是有没成交的 回不来了 所以只能在3365以上成交 现在价格在那里边 撮合成交 如果没有这个左边这个订单 只是瞬间把它冲掉 价格再回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呢 就确认那些封顶的骨的地方 就跟这个旁边是一模一样 所以也就是放止损的位置 我解释清楚没有 刚才谁问的问题 那好 接着我们再把下降的趋势 讲一讲 那么这个跟刚才就反过来了 我稍微快一点 我就不讲了 那么计算也是一样 反过来 那么买卖原则也是这样 这个刚才问到横向整理怎么做 我们演示一下 趋势线拐点线都破了 A点不破 不破什么 不破盘整 那么这时候如果破到A的地方怎么办 我执行买的计划 那么这是我的止损线 所以到上面呢 执行卖的计划 那么止损是不是一直跟着 跟随着 做完到这地方知道 这是盘整 做的时候不知道是盘整 做完了知道是盘整 那么下降趋势转 横向整理也是这样 你进到这个区域去执行计划就行了 随机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想对错 简单去执行 我们来看看实力 这是美元对日元的一个走势情况 那么这是我们画到线 趋势线拐点线 A点呢 不破 不破怎么办 买 到这个地方怎么办 停了再卖 再回来怎么办 再买 直到你被怎么办 止损为止 你终归你会被止损掉 一次 他盘的时间越长怎么办 你挣的是不是越多 盘吧 你不走没关系 我跟着你走就完了 这是盘整的走势 止损调整 我讲一下 那么现在如果破A 未来将展开升的趋势 现在我执行买入计划 破了 只有破前高才允许调整止损 不破你都不能动 那止损 这是什么 我一开始讲了 叫交易心理 叫自律远走 这是自律 你不许动 止损 搁在那地方 除非对有利的情况下 都可以调整 否则你不能动 我们实际交易工程 很多交易人员就这样 搁在那地方 要快到他这来了 还差五个点 他就 他跳起来了 他快落实 快碰止损了 往下调调 而且再调下三十点了 调完了 人家又不快碰着你了 不行快撤了 撤完了再往下搁个 那你那止损搁有什么用 他不到快碰见你 你再错了再往下挪挪 那你就跟没止损 没有区别了 止损不许调 只有对自己有利的情况 破前高前低 你才可以调整 现在又破呢 那么执行第二次计划的时候 又破 我又调上去了 调上去了 我底部买进去 你现在最次的情况下 我获利空间 是不是就这么多了 你该干嘛干嘛 睡觉 没关系啊 所以是不是很安全 这一段利润就是锁定的 那么这个 教育方法 刚才我先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们在用用这两个工具 一个是什么 K线 是我们必须要用的 而且必须要学的 第二个是什么 波浪理论 说K线太难了 不难 很简单 波浪理论也简单 现在我们先讲K线 那么我们要把K线 想象什么呢 我们讲了买卖力量的对比 买卖力量的对比 那你把它想象什么呢 那么想象成一个活塞 现在底部是 大于上边买地方 那就活塞怎么办 把它推上去了 好 那么就形成这种 看涨的形态 如果上边卖的大于卖方的时候 是不是就吞下来了 活塞压下来了 你掌握这个概念 我们再去用 那么我们用到K线反转 只用K线反转就够了 所以什么其他的 你不要看 你不要去学 所以我们如果要学 这个蜡烛线的话 是不是很厚的一本书 很厚 你越看越糊涂 所以什么三只乌鸦 什么什么 你越弄越晕 所以我们只用它最简单的 有效的 几个反转形态可以 第一是我们用到它十字星的形态 在我们入室区域出现这种形态 我们执行计划 第二个是锤子线和倒锤子线的形态 那么第二种形态 第三 也就是阴包阳 阳包阴的形态 那么第四个就是 我们讲叫乌云盖顶和刺透 你不要记名字 这名字是人家命名的 你记住这个形态就转就行了 那么第五是几明星和黄温星的形态 也就是用三根K线来确定反转 我们用到一根 两根 三根 这三种情况来确定反转 好 我们现在看怎么用 那么假定这是一段下降趋势 趋势线拐点线和分界点A都确立出来 未来将展开什么 上升趋势 现在我要等他回来做选择第一个入场点 那么现在是不是他给我这个机会了 给我机会 我知道在这个区域买 但具体什么时候买是不是我不知道 那这时候用什么呢 让K线告诉你 他告诉我转的时候我就去 好 那么如果在这个区域里头出现十字 我就买 还有情况呢 出现锤子 也是第二个信号 那么出现这种信号也可以 四套 或者三个K线一块看 如果在我们入市区域里边 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入市机会 你就入市进去就完了 好 那么如果是下降 上升趋势转下降 也要突破A 是不是我是也是找入场点卖呢 我要顺势交易 我就要去卖 卖怎么办呢 如果进到我捕捉区域 那么出现把十字 锤子 或者是什么包线 或者是什么 无云盖顶 或者 这三个K线形态 我们叫黄昏星 出现这些信号 就是我在我入市区域执行计划的信号 那么 上升趋势过程当中 我们执行什么 买入计划 通过K线来确定 来给我们信号 如果下降趋势呢 在我们入市的区域 通过K线告诉我们 入场点 好 行行 我先停五分钟 你掌握 那么波浪理论呢 波浪理论 感觉很深奥 是不是那个 很多人有人看过波浪理论没有 举手有人看过吗 很多人看过 是不是很深奥 很简单 你要看完 觉得很深奥 那就麻烦了 会影响你交易 波浪理论 没有对和错 谁也不能 否定谁 说你这样数 他那样数 没有一个人 能够数的一样 而且你不同的时间 你数的都不一样 所以数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完成我的引力过程 你只要数的 每次都这样数 我每次都有钱赚 你就是波浪理论专家 所以我是波浪理论专家 我每次数的都对 我每次都赔钱 那我谈和波浪理论专家 而且波浪理论有个特点 就是要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否定过去 我现在是这么数 再过五分钟 又变了 今天数完了 明天又数 数完了怎么办 又变了 是不是要不断去调整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只要能够服务你的交易 你就对了 不要迷惑 迷惑 他是双博士 他看了很多书 他会搞很多文章 这边第几浪 总的一百八十九个浪 他给你数的都复杂 而且他在写端文章 把高等数学 那个计算公式都搞进去了 就是让你看不懂嘛 那你看不懂了 体现他有学问 那你就越来越迷惑了 这样是不利于你的交易的 没有对和错 记着 只要他能够服务我交易 就对了 但是我们波浪理论 不违背 他大的原则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基本结构 我不违背 什么结构 他升总要五升 跌走要什么 三个跌 或者五次下跌 再回来两次上升 三次上升的过程 你不违背 这个原则就对了 那么主浪 我们知道再数 就会去细分 也就我们很多专家所谓 怎么办 再把它分成什么 一百八十九个浪 再细分 那么我们叫扩研 你掌握这个原则 主浪里头 你别给出来 这个三个就行了 你别说一二三 第一浪 一二三 第二浪 一二三 第三浪 你别犯这原则性错误 就可以了 那么我把第一浪 扩研什么 你必须数五下 这个原则是不会变 大家都认同 大家都遵循这个规律 所以这个就是对的 那么第三浪 我也可以再把它细分 分成什么呢 也是一二三四五 你千万别给数出三了 数出三就错了 五浪 我也是把它再分成什么 五个 A 为什么要数五呢 是不是把变成下跌的主浪了 所以要五 C 也要五 掌握这个原则 你都不会错了 你就 我刚才讲了 15分钟 你博浪理论专家了 你还看那书干嘛 所以有没有三 A浪出现三的情况 有 我告诉你 出现三的情况是这样 AB什么 横向盘整调整的时候是这样 你数一看 A 数完了三 他就回来了 又数了三 告诉你 后边还有五 也就如果你数按这个波浪理论 你这个规律来 应该一二三四 不应该从这上 他应该下来 再五再回来 他不 他这样 我不听你的 他从这转回来了 你记得后边有五 有什么五 那就一二三四五 就变成这种调整 这是规律 大多都是这样运行的 那么调整了 我不违背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我只能数三 不能数五 我把第二变成什么 只能一二三 你别出一二三四五 这个调整了 那就错了 犯原则性错误 那么第一次了呢 我也只能数三 AB B只能数什么 你也是数三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掌握这个原则 谁知道怎么把它数出来 也谁知道怎么数 这一是吧 二呢 二倍七二 是吧 三 这就不会错了 你别数成一 二 三 四 五 ABC 那也错了 我不违背这个原则就可以 那么我们用到波浪理论的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数别数错 第二呢 知道各浪浪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可以了 他为我们服务什么 计算我能赚多少钱 好 那么第三浪的目标怎么算 一二三 那么第一浪的目标我们很容易计算出来 现在这个目标就等于多少 1.61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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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浪 那么如果破1.618H 还涨的情况怎么办 你再计算 就从A点的地方算 那就是目标 说错不了 百分之一百错不了 你去算去吧 那么还第五浪的升的目标在怎么计算呢 我们知道第一浪能够计算出来 这个目标等于3.236 乘以第一浪 这是最小的升幅 说到第五这个地方再次转回来升破 然后接着再升 再计算 再怎么计算呢 乘还是这样乘 然后呢 起点从A浪的高点来算 就变成什么 最大升幅 那么我们看看第五浪怎么算 现在 如果第三浪是扩延的情况 你大概也就知道了 这边第一浪长度一出来以后 我就知道能找到哪 0.618H 一算到这不止步 再升 再升 我再计算 这是什么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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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倍完了还不停 1.382 你这一直退就完了 说怎么知道它停不停 K线不给我信号 那不可能停下来 那么ABC怎么计算 如果做ABC调整 是535 大家看到 12345 再回123 再回12345 这种情况 你记着三种可能性 1.618的前边 那个A 或者等长 或者呢 1.382的前边 那个长 就可以了 目标就在那个地方 如果做123 回来123 再走12345 那么这个幅度的计算是 第一种情况是等长 第二是1.382 1.5或1.618 那就是这三个目标 好 我现在再把调整浪的这个形态 总结一下 那么调整浪 除了主浪就调整浪 你看看现在 这就是每天演绎的走势的情况 而升了调整 升了调整 再升调整 又跌了 又调整 所有的图都是这样 重叠 叠加出来的 所以你的重心的工作 应该研究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方格里边 它怎么走 主升啊 很快 大家一看都很清楚 几个就长完了 几个就跌完了 那就主升了 完了怎么办 盘整 也就是我们讲的方格里边 出现这种情况 升调整 那么我们要研究 这里头可能发生的情况 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可能发生的情况 我给你列出来 一个是什么 最简单 啪过来了 那你看得清楚 还有它一些变异的东西 你要看清楚 它做什么 ABC 调完了 再走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12345 ABC 12345 这又是一种情况 123 123 12345 你看它怎么变离不开这个规律 那么这是什么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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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几次 走5 你别着急 到5的那地方再入 一入就走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反着 也是123 123 12345 完了 调整完了 走了 那么这是 我大概讲了一些内容 但是细的东西呢 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 大家再去交流 交流 这个书里头我会讲得很细 但是今天大概三四个小时时间 也很难把这个所有内容都讲清楚 我现在再放一段 放一段这个 这个交易情况 咱看实际过程当中怎么去用 我们实际这一段图 大家看在实际过程怎么去用它呢 怎么把这几种情况都给它融合到一起来 来实现一个完成交易 来实现一个完成交易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去划线 如果这是一段我们研究一段升的走势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入预计 先要把什么线找到 趋势线吧 这是趋势线 是不破了 再找什么线呢 拐点线 破趋势线 拐点线方向才没有 现在我再去找什么 拐点线 也就价格不突破这个地方 趋势会转吗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定义的什么 A点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我的止损点 我在这个地方有过通过K线 这一二三这什么 刚才我们用到是不是反转啊 那反转是不是我可以在这执行什么 是不是买入计划 那这不就是一个交易过程吗 把线都用到交易里边 现在我关注是它突不突破这个地方 现在要破了怎么办 趋势是不是又开始啊 不破呢 再回来 那么现在我只是平仓而不平呢 啊 我平掉就可以啊 我可以再慢 是吧 哎破了怎么办 就刚才就刚才讲的那种情况 我是不是应该止掉 哎 退出来怎么办 刚才叫什么 一加一等于几啊 一了吗 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破了高了 这个线是不是应该再调整啊 哎 现在那个趋势线就不在那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点是不是买了点 止损点应该在哪 是不这个地方了 那就随着交易就完了 他让你出来 你出来让你进去就进去 好 现在讲 刚才我们讲了 叫止损线的调整 止损线是不是可以调了 是不是趋势出来了 我们把止损线就可以往上怎么办 还调到这 如果破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办 就退出来 啊 结束就完了 好 所以时间关系 我们就就讲到这地方 我给再留一段时间 跟大家再交流交流 交易过程当中的问题 大家谁有什么问题 我回答几个问题 好 您的趋势交易理论呢 我们今天下午听了以后 受益匪浅 我相信您在过去 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趋势交易理论适应于 或者说在您过去的交易中 最适应于哪个 或者哪两个货币堂 就是比较适合 有的专家认为 是这个银帮适合日内交易 是欧元适合什么趋势交易 请问您的交易经验告诉我们 第二个呢 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您开始讲到这个理论的时候 说别人总是把一些过去的 K线拿出来来论证 那么您今天呢 也是拿了一些过去的K线图 来给我们比较一下 还有一些这个模拟出来的趋势图 那么我们想能不能把您在过去交易中 比较擅长的一个货币堂 把它上周五的四小时图 或者一小时图的这些拿出来 帮我们找一下一点 帮我们制定一下 下一步的交易计划 谢谢 好好好 这个 说趋势交易法适合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股票也可以 现在做股票商品期货外汇都可以做 我们看看上海股的情况 没有任何 没何任何区别跟外汇交易 正好我画的这个线还在 那么这是不是趋势线 最高点 这是最低点吗 最高点 最低点也就是6124这地方 我们上海一股的指数 那么这个地方最高最低 我画的这条趋势线是正确的吧 是按照定义来的 是吧 然后拐点线呢 是不是先画这个 我平移过来 这就是什么 拐点线了 是不是从这个点破了 这是什么时候 我刚才说11月8号吗 从这地方破的时候 是不是又 这是不A点啊 从这破了 趋势就转了 你就甭想再破高 这就是A点 那么完了然后就怎么办 下降 回来怎么办 不破前高吧 再回来破低 再不破高的过程 这不就下降了 这不很清楚啊 说趋势转是什么 从11月8号破A点开始转了 那这是股票 那股票 你随便选的时候 这是我们交易这个建行上次我画的线 这个线破了 趋势出来了 所以你买的这个什么 趋势出大盘之前 银行股是在破两三千之前出现的反转的迹象 所以有色跟金属是之前先转的 所以你就比大盘早吗 你入场以后 大盘还没破三千 你看大盘的指数是 那么真正转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4月3号左右 我们看大盘是什么时候转的 大盘是什么时候转的 4月25号 这24号出政策的时候才转了 没出政策就没转 所以金融有效早转了 早买进去了 所以股票也是一样 我们回到这个外汇里头 所以刚才他问到什么最适合 都可以 都可以 刚才讲了瑞朗可能准确一些 瑞士法郎 他因为走波拉理论 他稍微规范一些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 我就帮你分析一下小时图 小时图 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走势情况 是不是最高点 这是最低点吗 那我可怜的 是不是就这一条线 这是趋势线吗 那么拐点线呢 我把它平移过来 拐点线在什么地方破 在1.0477破了 A点在哪破的 这是不是A点 A点在1.0472破了 你从这地方就转了 这个我讲明白了吗 如果你看周期小 你早转了 比他还早 我们再来看 我把周期说小 这是小时里头 我们看的周期 真正的转 早转了 是吧 这个线我都不画了 这个A点在哪 这是什么A点 1.0500 小时呢 1.0470 是不是早30点给你信号 这就是叫趋势从小到大 你现在还没看见趋势呢 那短的周期早告诉你 就这样去找就可以 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 在以后过程当中 也不断去用 把它熟练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 那没有问题 就就到这结束 感谢大家 今天我也是跟大家的感觉一样啊 听完了两位老师的演讲之后呢 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受益匪浅 同时这有一种醍醐灌顶的一种感觉 那之后呢 也希望各位朋友呢 能继续的关注我们CCTV证券资讯频道 推出的一系列的 有关于外汇方面的这些讲座 那么呢 也希望大家呢 认真来关注我们CCTV证券资讯频道的 一系列的节目 那像这个周一到周五的 每天晚上的八点半到十点钟呢 就是我们CCTV证券资讯频道的 晚间的外汇直播节目 那我们会为大家呢 带来一篇的实时的这个行情的分析 以及在消息面上的一些解读 那么大家呢 都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们也会连线啊 像银行以及机构方面的具体的分析师 或者是请向陆老师和何老师 这样的专家到我们现场来做客 那么大家呢 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交流 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解读 对 那么同时我们今天也了解到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都是对其他的这种金融市场 比较感兴趣 比如像这个证券市场 以及期货市场 那我们证券资讯频道呢 除了我们的外汇节目之外 也有其他这种金融市场的相关 非常专业类的节目 比如像期货时间啊 以及CFA看市场 或者是研究面对面 都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 来评价其他的金融市场 而如果我们这些外地的朋友呢 也是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网 来申请机顶盒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证券资讯频道 是数字信号进行传播的 所以到时候可以跟这个当地地网 来免费的申请这个机顶盒 来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 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再次呢 再次的感谢 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 那么希望大家呢 周末愉快 好 谢谢您 再见